嗨 大家好 今天換我跟大家來聊聊天 那現在熱場景是在我們家的客廳的廁所 因為我們之前有買小米的電動牙刷 它那時候有加架構可以贈送泡泡機 前幾天我在使用它 我發現它已經有一點點故障 我一開始還以為它是壞掉 後來發現它好像可以換電池 因為一開始買回來的時候不是我裝上去的 是羅卡裝上去的 我是今天才問他說 欸 那個小米不能按了是不是要換電池 然後他就說 喔對啊 然後我想說 好吧 既然要換電池 那我就來拍個影片跟大家聊聊天 好了 那我們來換電池吧 然後就是它 它沒有電了 你看喔 我現在按下去有電 可是要感應 它就閃一下 閃一下 出不來啊 可是它還有半罐多欸 所以我猜它是沒電 應該不是壞掉吧 來拿一下電池 那我們家的電池其實用量非常的高 因為我們家有小朋友嘛 妹妹啊 她動不動就是一下要換她的遙控車啊 一下要換她的火車啊 那就是她的電子琴啊 什麼玩具的她都要 而且我們家的位置啊 是放在高高的櫃子上面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妹妹自己都會偷換電池 所以用量其實非常的高 而且妹妹超奸詐的 所以我防不勝防 一定要把它放在很高的地方 有時候妹妹還會拿椅子來 然後硬要拿著電池 改天呢 我一定要再來換個位置 要不然這個電池其實還蠻貴的 它用量真的很高 好啦 然後我剛才有上網看一下 它這一組小米泡泡機需要四顆電池 所以我們拿一下四顆電池 這一組泡泡機買回來也差不多三四個月而已 它這樣電池一下一下就沒有電了 算蠻 用量蠻快的 不過有時候妹妹一天就洗了好幾次 妹妹有時候一洗也會空按個兩次啊 三次 小朋友又喜歡這樣子 自動跑出來的東西 好了 四顆 拿個四顆 四顆電池 換一下電池 來看一下怎麼開 怎麼換呢 把它拔起來 然後它裡面是長這樣 好像也不用起子耶 這邊寫說 逆時針 轉開電池蓋 安裝電池 它有畫個箭頭 所以應該是這樣子 欸 有了 有一個聲音 很大聲 拿起來 有 四顆電池 然後有點髒髒的來擦一下 然後有點髒髒的來擦一下 好 倒出我們的電池 再把它裝進去 好了 再把它蓋子換上來 應該要一樣的位置 再往後轉一點點 好了 換好了 那我們來裝上看 到底是沒有電呢 還是我們家的泡泡機壞掉 然後換上去這裡有點髒髒的 我們也擦一下 這都有水夠 這都有水夠啊 好 我們來裝裝看 其實還蠻簡單的耶 這樣就好了 好 轉緊就可以了 來試一下 我們來試看看 我們來試看看 有電囉 手過去看看 欸 有了 耶 其實它這個還蠻好用的 再加上它的味道 我覺得它 是我蠻喜歡的味道 就是很清香 用完真的 蠻舒服的 就會覺得說真的有洗乾淨 好 那我們來洗手喔 那我們來洗洗看吧 在洗的時候 它那個香氣就有出來 它這個味道是真的蠻清香的 洗起來很舒服的感覺 有它之後呢 有時候像我們手很髒 它就可以直接伸進去 它就直接出泡泡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洗手 蠻方便的 不用再讓我們在那邊壓 洗手乳啊 或者是用肥皂 可以讓我們直接 弄到泡泡 然後就可以直接洗手了 所以我是覺得 它還蠻好用的 而且價格又蠻便宜的 好啦 那今天就是 我忘記關它了 又噴到了 等一下再洗一次好了 好啦 那今天就是我 嗯 這要講什麼 嗯 修理泡泡機 成功 就只是幫它換個電池啊 好 那喜歡我今天 簡單生活DIY的分享的話呢 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喔 那我要來洗手了 掰掰 它一直滑下來 好蠻恐怖了 掰掰 結果手一放下去 又來一次了